19歲男學生承認前年9月 在旺角警署外非法集結和管有攻擊性武器 被判入更生中心 案發在前年9月24日 被告蔡詠濠承認在旺角 尼敦道和太子道西交界 參與非法集結和管有雷蛇筆 一共三項罪名 辯方求情說 被告的報告正面坦白承認罪責 使用雷蛇筆的傷害性低 裁判官判刑的時候說 被告入世未深 沒有考慮到事情的嚴重性 即使他年輕 也都要為自己做過的事負責 考慮他認罪和學業問題 判入更生中心 並告誡被告要好好回歸家人